好那么之前WHO再三警告的Delta病毒在屏东呢似乎是控制住了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别轻忽Delta变种病毒的威力 这下记者维加琪都要带我们看WHO的最新警告 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到现在都还没有趋缓的迹象 尤其疫情还是在严峻的状态 现在又出现了变种的Delta病毒更是雪上加霜 不过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其实现在呢在全球大多数的地区 确诊数呢仍旧是持续的在上升当中 而且疫情没有趋缓的明确证据 到底为什么呢有人就认为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Delta病毒的出现 再来就是疫苗接种的速度不够快 以及防疫措施呢现在很多国家都放宽了 也因此这三个原因导致染疫的状况有攀升的迹象 而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很多国家面临到的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包含了第一个氧气盾缺甚至是病床不足 光是在非洲哦他们的死亡率就激增了40% 而且呢现在WHO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就说了 想要来解除防疫呢必须要慢慢来不可以一步到位 那我们带你来看到因为中国大陆的研究 Delta的病毒株到底有多可怕 他说呢比原始的病毒快了将近225% 甚至呢患者四天就可以筛检来发现 而甚至呢他们认为在呼吸道内的生长速度更是惊人 而且是复制的速度增加了1000倍这么多 美国也发现了其实呢在这几个月大概有99.5%的新冠肺炎试试者呢 他们呢都是没有打疫苗的 也因此现在接种疫苗可以防止重症预防死亡 也因此鼓励大家赶快的去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才能够有效来遏止这波疫情 好那么打疫苗防变种病毒这当中进一步的学问 我们也请佳琪整理最新的研究 新冠病毒现在出现了变异株 尤其是Delta病毒更秀来势 秀秀让各国不敢大意 所以就有人讲到说 那么现在疫苗就算接种两剂了 真的够用吗 足以抵挡这个变异株的病毒 是不是应该要来接种第三剂 来加强它的效能呢 现在这样的声音呢 世界卫生组织也听到了 世界卫生组织就说了 在搜集到更多数据以前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接种加强剂 来维持新冠疫苗的保护力 不过现在当然也有声音就说了 两剂已经足够了 决定是不是要打加强剂 这样子的话 现在讨论是不是有点言之过早了呢 但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 注射疫苗固然真的是很重要 尤其是在斐基这个国家 他们现在更是强制 希望能够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他们现在强迫公务员 私人公司的资源通通都得接种 还定下了日期 他们说呢 8月1号之前要完成打第一剂 如果你在8月15号之前 没有接种的话 那么就要强迫你休假了 而且如果在11月1号 这个最终日呢 没有完成接种第二剂的话 那么很抱歉 你就可能被解雇 连饭碗都不饱了 透过这样子强硬的手段 无非就是希望更多的斐基公民 能够来施打疫苗 那么很多地方是以封城来防堵疫情 不过有地方似乎封出了副作用 也请佳琦带我们看纽西兰的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之下 被誉为全球防疫模范 所以纽西兰现在也出现了意外的隐忧 怎么回事呢 其实纽西兰为了对抗第一波 新冠肺炎的病毒 的确是实施了像这样子 封城甚至到锁国的政策 但是呢 这样子的政策却意外引起了一些 意外的隐忧 像是呢他们勤于消毒甚至防疫封锁 太久了 现在小朋友就出现一件状况 小朋友没有办法顺利的发展 对抗其他病毒的免疫力 因为以往呢 小朋友去学校上课可能群聚 那么小朋友之间有一些病毒 可以互相的来增加一些自身的免疫力 但现在都不上课了 也因此呢 染上致命呼吸道的融合病毒 它的几率是持续的增加当中 光是在纽西兰全境呢 过去的五个礼拜已经出现了 将近一千个个案 也因此让当局是不敢大意 卫报就报导了 它说呢 纽西兰正在偿还 因为新冠防疫 他们封锁所导致的免疫力债务 现在正在偿还当中 可是小朋友到底是无辜的呀 所以现在医师就建议了 防疫效果呢 的确短期换起来是很好 但是长远来看 对于小朋友而言 这些细菌病毒 如果没有在他们之间传播 就没有办法增加他们的免疫力 那么未来遇到一些可怕的病毒的时候 小朋友们恐怕就得非常小心了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我们下载TVBS新闻频道